是在那天空上最美丽的云朵 在那彩虹 说起杨子和肖战两人身上的巧合 简直不要太玄学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 让大家不得不怀疑起两人的真实关系 虽然姊妹跟战哥两人 在这个娱乐圈出道也挺久了 而妹妹更是同心出道 但两人的花边新闻却没有多少 很是干净 就算有过 也火速地站出来辟谣了 而哥哥对妹妹的举动是十分双标的 跟其他异性待在一起时的战哥 是一个高冷且礼貌的人 而对姊妹就是十分的厚脸皮 曾经还在片场中 用她的身体搞笑跳了一支舞蹈 都可爱的妹妹开心 简直不要太会了 跟姊妹待在一起时的战哥 似乎脑子变得不太聪明了 化身一个憨憨的豆比帅哥 而留意战哥和姊妹两人的 你就会发现 每次在片场中拍戏的两人 都会带上一个粉色的水杯 认真一看竟是情侣同款水杯 而哥哥曾经在公开场合 手上也拿着这个粉色水杯 两人按戳戳洒糖的小动作 很难不被他们磕到 虽然近段时间 陈香夫妇也挺甜的 但余生夫妇才是永远的神 看过战哥跟姊妹两人的亲密互动 很少有人不被两人所填到 了解妹妹的都知道 虽然她的异性缘很好 但都仅仅停留在朋友的层面 而战哥 一个自觉跟异性保持距离的男明星 无聊遇到妹妹后的她 疯狂打肿自己的脸 值得注意的是 姊妹在一次活动中 被台下的粉丝起哄 称呼她为老婆 听到这句话的姊妹 瞬间用手插着她的小蛮腰 用可爱温柔的语气 含话粉丝们 不可以乱叫她老婆 自己还没有结婚 说完自己都忍不住笑了 不料在面对战哥时的她 又是另一番景象 在一次片场休息时 一旁的战哥 故意调戏姊妹 我是你老公 听到这番回答的妹妹 这次竟然没有反驳 而是害羞地默认了 所以战哥跟姊妹两人的真实关系 算实锤了吗 网友们看到两人的下意识反应后 都纷纷表示这两人也太好磕了 对此 你觉得战哥跟姊妹两人般配吗 好了 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